剛剛在關心技巧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這個叫做網紅模式的攻擊 那這種攻擊說真的它比較 也不是說不常見 但是說它發動的條件比較嚴苛一點 因為它通常是一個重大案件的產生 那它故意請人在那邊寫了一些主觀敘述的故事 然後到最後把這個製作成新聞 那一般來講呢 其實平常要做這些攻擊沒有那麼容易 是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 這個月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那你也沒有辦法叫什麼網紅 然後突然寫什麼故事 然後就突然製造成一個新聞 所以其實呢要做一些 我回到剛剛講的一些偏頗新聞的攻擊 它其實很難使用網紅模式來做 那這種如果不能用網紅模式來做 那要怎麼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沒有大災難的時候 你也沒辦法製造假新聞的時候 你單純只是要用偏頗的資訊來做攻擊 有沒有比較更有效率的方式 那就是現在我們要講的這種 社群媒體攻擊 那社群媒體攻擊它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說 資訊攻擊的目的就是要讓你顯得更紛亂 那讓你這個社會顯得更亂的時候呢 它最主要呢是要用偏頗的新聞 然後針對不同的人丟不同的訊息 那偏頗的新聞的製造本身就變得很重要 那它就不用像剛剛什麼網紅模式去製造假新聞 它只要在一個自己經營的網站 每天做偏頗的標題其實這樣就足夠了 那中國其實這個產業是非常非常的發達 他們如果大家可以去研究的話 中國有很多的廠商 他們專門是在報價 譬如說我今天幫你改10個新聞標題多少錢 改20個多少錢 改30個多少錢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報價 那就是因為他們都會經營我剛剛講的這些網站 那經營網站的時候它就會先把台灣的新聞直接貼過去 這是一種招數 那譬如說它把台灣的新聞 譬如說中時電子報、自由時報等等之類的 把它貼到他們的網站 貼了之後呢就直接改標題 但是內容完全不改 因為大部分人都只看標題而已 那改標題要改成偏頗 要怎樣才叫做偏頗 怎樣才可以造成認知上的一些偏誤 那個是要一些精密的計算 所以有些公司就是專門在做這些事情 它有實力可以告訴它說 OK 我這個網站我想要設定都給哪一種人看 那如果我都給這些人看的時候呢 我的標題應該要改成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才容易接受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今天一天幫你改10個 我收費多少 我明天再幫你改10個 收費有多少 他們是有這樣的報價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2016年趨勢科技所做的報告 就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報價 那他們做這些內容的一些偏頗新聞的網站 目的就是我剛剛講的要丟到不同的受眾 那這個時候各位可能就會覺得很好奇 就是它到底要怎麼做得到 就是它今天寫了那麼多偏頗的那些新聞的標題 然後就有辦法丟到你的手機裡面讓你看到嗎 當然不是那麼的簡單 它中間還是要有很多技術上的一些操作 但是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應該就可以感覺到 譬如說在台灣 各位就是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密訊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或者說你有沒有聽過鬼島戰新聞 鬼島戰新聞跟鬼島狂新聞還不一樣 那有沒有聽過江湖白小聲 那有沒有聽過江湖白小聲 如果你都覺得你沒有聽過的話 那就表示他的分層受眾都已經做得到 因為有一些人 譬如說他看到我剛剛講的這些網站 譬如說歸道戰新聞啊怒吼啊 那個密訊啊 他們一天看到是看到20則以上 但如果你都沒有聽過的話 那就表示這些資訊永遠都沒有進入到你的眼裡 那就是很明顯的一種資訊攻擊 就是有一群人他永遠都是看到這些訊息 然後你看的當然就是另外一組 譬如說你可能看到一些台灣新媒體的一些新聞 所以兩邊看的那些資訊是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那到最後要討論事情一定會陷入紛亂嘛 那就是一種很成功的資訊攻擊 那這個當然就跟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有關係 因為你今天點了什麼新聞站 或者你加入了什麼社團 你點了什麼粉絲專頁站 就那一個相關的新聞就更容易出現在你的眼中 所以當你今天被社群媒體 或者說被資料搜集的公司 能夠去特定出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是偏保守的人 你是偏統的人 你是偏毒的人 你是比較挺同性婚姻的人 這個在行銷上面的分類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已經告訴別人你的偏好是什麼 你有時候手機的定位本身都是開著的時候 光是看你常去哪些餐廳 常去哪些地方聽演講 大概也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不是嗎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知道你是什麼人 他就知道要問你什麼資訊 而且那個資訊 那些新聞的標題 你看了就會開心 你看了就會舒服 這是一種人性的攻擊 那更不要講說台灣人很喜歡點 比如說寵物的影片 可愛的小狗可愛的小貓 當你點了這些影片讚的時候 那些影片他可能都是偽裝的 他今天先給你看一些可愛小狗小貓的影片 但是到選舉前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跟選舉有關的影片 但你不知道是因為 當你點了這個影片讚 或者你按了分享之後 以後這個頻道的新聞 或者這個頻道的這些影片 會更容易出現在你的動態牆上面 你在看影片往下滑的時候 他更容易出現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資訊就完整的呈現到你的面前 甚至我們都可以看到 連玩手遊的時候 現在都可以看到特定 有一些中國資金的廣告出現 所以這種分層受眾當然是做得到 所以我再來一步一步的講 第一步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先經營網站 經營網站呢 把台灣的新聞全部貼過來 這個說真的不需要花太多的行李 然後再來呢 要嘛就是自己改 要嘛就是請別人改 把標題改成各式各樣 偏藍的偏綠的偏保守的偏自由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聳動標題 那這些聳動標題做完之後呢 就要想辦法送到我們台灣人的眼中 送到手機上面 或者送到你的電腦的那個 你使用電腦的時候送到你的網站的廣告上面 但問題是這個要怎麼做得到 這個分層受眾的方式 有時候不是那麼的有效率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關係機場事件 當他今天製造了一個新聞之後 他想要在台灣得到最大化的一個觸及率 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讓網友有討論 所以網友大部分一堆在討論的時候呢 政論節目就可以拿去講啊 新聞就可以報啊 但如果我今天只是很單純的 假設我是中國 我經營了一個網站 裡面一堆偏頗的標題 但這些東西如果沒人看的話 那要怎麼辦 沒人看的話就沒有辦法打入台灣的市場 沒辦法打入台灣的市場 那要怎麼再往下做 所以當然第一個 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第二個步驟 他要怎麼打入台灣市場這個步驟 第一個他一定要利用社群媒體 因為社群媒體多多少少可以讓你下廣告啊 可以幫你算受眾啊 所以他可以有效率的把你的資訊散播出去 這是第一個 但這個也不太夠 因為畢竟你只是用這樣的打廣告 或者這個計算這個分層受眾的一個方式 把這些資訊打出去 別人也不一定會看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變得很重要 就是中國必須要在台灣經營粉絲團 如果他經營粉絲團 他又是管理者的時候 那就變得很簡單 他先在內容農場 就我剛剛講的網站 先做很多偏頗的新聞 然後他同時間 又是台灣的粉絲專業的管理者的時候 大家應該要知道 如果你是粉絲專業的管理者 或者你是社團的管理者 你所放的文章會比較置頂嘛 會在第一時間比較容易出現在上面 那這個時候 你只要同步在一定的頻率把它貼過來 下面留言的人一定會變多 下面的留言的人會變多 政論節目就很好講了 為什麼 網友關於這個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就把網友的意見拿去講 那其實目的就要散播 我剛剛講的偏頗的標題 然後最後新聞再拿去播報 那新聞一播報大家知道 觸及完全是百萬以上的觸及 那這個新聞就在台灣散開 資訊攻擊的目的就達成 所以我這邊幫大家簡單的複習一次 就是第一個 他先經營特定的網站 然後經營特定的網站之後 同一組人再去經營台灣的粉絲專業 或者社團 有可能是公開的 也有可能是非公開的 那這個經營呢 就我們要去追那個人士 那其實這個比較細部的追查 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介紹 但是他在經營這些 我說粉絲專業或者社團的時候呢 他就會同步把我剛剛講的偏頗新聞 不斷不斷的丟到這些群租裡面 那丟到裡面之後呢 很多人會看到 看到之後受影響 然後討論 討論之後呢 這段節目就開始討論 這段節目討論 最後就變成新聞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資訊攻擊 說真的這個成本也不需要太高 因為當他已經做好他的受眾 然後也做好他的新聞的時候 下面自然而然 他本來鎖定的群眾一定會討論起來 因為那個是為他們而設計的新聞嘛 所以為他們而設計的那些新聞 為他們而設計的偏頗標題 自然而然會合他們的意 合他們的意 當然大家就在那邊按讚啊 分享啊留言 這個自然就會爆開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網軍帶風箱 他就可以形成一個非常自然的資訊攻擊 那早期其實中國就有在做 大概在2015、2016的時候 就已經試做過這樣的一些方式 只是當時的方式比較拙劣 因為當時如果大家可以去看這些歷史 中國在做這些特定偏頗新聞網站的時候 有時候還在用簡體中文 沒有用繁體中文 所以一看就知道 哇塞又是他們製作的 而且他們去丟訊息會太過於規律 他們會怎麼做 譬如說他們做了一個新聞 偏頗的新聞 然後想要打入到不同的社團 跟不同的粉專 然後當然instagram也會有 那他打進去的時候呢 他們會打得太規律 譬如說他一次就是同一則偏頗的新聞 然後50個不同的社團或粉絲專頁 一次全部打出去 然後一次打出去之後呢 再來他們的管理者 再分享到其他的那些社團 那那個太過於規律 那大家知道非常規律的訊息散播 那一定不正常 因為一個正常的訊息要散播 一定是有人看到了 然後可能慢慢有些人散播 然後突然有幾個比較 譬如說比較多追蹤的人看到 或者哪一個粉絲團的人看到 突然再散播可能就變得更快 所以他會有一個 由慢轉快再轉慢這樣的一個速率 但是如果你今天速率全部是一樣的 這樣蹦蹦蹦的訊息 分成三次或四次 在一天之內全部打出去 這一看也知道不正常 所以其實我們國家追查的單位 一開始很早就可以找到 中國操作這些資訊攻擊的痕跡 尤其是藉由這種我講的網路的世界 從Facebook或者說其他的社群媒體 打出去的這個模式 但中國現在也學聰明了 他們就知道說如果我打得那麼規律 很容易被抓到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有可能做一些轉換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第一步 他先經營偏頗新聞的網站 那經營完之後呢 他第二個要打進去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不自己打了 他乾脆去付錢給台灣的行銷公司打 那付錢給台灣的行銷公司打 台灣的行銷公司接到命令之後 台灣的行銷公司可能有十個幫他打 但這十個之間互相不知道 那他們互相不知道的時候呢 那個時間差就出現 時間差一旦出現我們就會看到 每一個人每一個粉絲專業或社團 都在轉這個偏頗的新聞 那他的速率變得非常的不規則 那一旦不規則對我們來講 就變得很難追查 是因為他跟我們一般台灣人 散播出來的訊息 看起來就沒有任何的差別 就形成一個追查的困難 甚至現在還有更新的型態是 他們一開始在經營這個網站的時候 經營的還是英文的 這個非常的聰明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始會有網友 往前追追追追 追到這個新聞說 這完全是中國製造偏頗的新聞 故意要拿給我們台灣討論 故意給我們亂的 請大家不要再看 所以他就一開始先寫英文 看起來很像外電報導 然後再把那個英文轉成 中文的新聞報導 然後再轉成繁體中文的新聞報導 然後再往下 按照我剛剛講的模式打進去 所以當你一般人不太懂的時候 你往前追追到就是一篇英文報導 那追到一篇英文報導 一看也會覺得 還蠻正常的啊 有記者的名字 然後有網站 然後看起來旁邊也有熱門新聞 你看起來一切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非常正常的新聞散播 你就不宜有它 但其實連那個外國的英文的媒體 都是中國製造出來的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攻擊模式 對一般人來講 變得就更難判斷 所以你聽到這邊就可以知道 像這種網路攻擊的這種模式 它其實非常非常的複雜 還有很多種類型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一一介紹 但你會發現 其實這種攻擊模型 它不只是複雜 而且它很難做判斷 所以要怎麼去做這些資料的收集 要怎麼去歸類 然後要怎麼讓大家知道這種事情 其實對不管國家還是民間團體 都是有一定的歸程度